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在記者會上說 中央、特區政府在政改立場上 與香港人一致 都希望香港落實普選 李飛強調提名委員會是唯一的提名機構 李飛強調提名委員會是唯一的提名機構 我再多說一句 當年起草基本法有很多提名方案 包括你剛才講的公民提名 立法會議員提名 立法機構提名 政黨提名 我跟你說一個 你們根本想不到的一個當時的方案 是由三人組成的顧問團提名 先報中央認可才拿回來選舉 但是這些方案都沒有共識 所以當時都否掉了 只保留了提名委員會的提名 而提名委員會又是個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所以不存在提名委員會以外的其他提名方式 李飛又說中央和泛民的對話大門一直都會打開 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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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